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温馨的电影《孙子从美国来》 大发正在陕西的一个小农村里 长椅上睡着的爷爷正在放着猪猪侠的电视 忽然门铃响了,刚准备去睡觉的爷爷开门一看 原来是离家三年的儿子回来了 后面还跟着一个洋妞和一个小蜘蛛侠 虽然爷爷对此很是不满,但还是给做了碗油泼面 小美国宁愿吃着康师傅也不愿意尝试中餐 之后,儿子对爷爷说自己已经和洋妞订婚了 而这长相精致的小美国当然是前夫的 这些都是送给爷爷的惊喜 哈哈,说是惊吓还差不多 爷爷觉得十分生气,觉得在村里没脸待下去了 但是,自己儿子的选择打死也要认 并说着,因为他们都是西藏志愿者 过几天还得去,可爱的小孙子就交付给您啦 爷爷更生气了,巴不得他们明天就走 再也别回来了 果然第二天清晨,被留下的只剩下钱和孙子 爷爷看到了桌子上的蜘蛛侠玩具 好奇地玩了起来 此时,孙子下楼生气地躲了过去 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 并递给他一封信 原来是有紧急情况,他们才提前走了 爷爷开始烦恼 他又不会说英语,这可怎么照顾呀 可是,追去车站的他也没有急跑技能 连他们的背影都没有看到 于是,只能接受现状 孙子毕竟是从大城市里来的 哪能受得了农村的厕所 便要去卧室解决 吓得爷爷帮他捂住口鼻 拿了住箱,才得以避免悲剧 第一天,安全度过 第二天一早,孙子不见了 爷爷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屋外找 一抬头却发现 原来他在二楼,并嚷嚷着要吃汉堡包 爷爷哪懂汉堡包啊 只好出去到处寻找 但是,这小村庄里哪来的洋货 还好杂货铺的大姐会做 爷爷便端来了整容满的肉夹馍 孙子还要喝牛奶,一顿询问 得知了文化站站长家有奶牛 便去寻购 却被提出重振皮影戏的要求 爷爷觉得他意图不轨,果断放弃 但站长为了留住他的心,还是答应了 好不容易回去了,牛奶却被孙子打翻 又得厚着脸皮去要了 晚上,孙子害怕独自入睡 便去找憨声如雷的爷爷睡在他的身边 其实,爷爷已经醒了,并心生暖意 又过了一天,孙子因为无聊爬树去看蜘蛛了 爷爷生气于他的不听话 讽刺他不是爬树的能手 这小美国,坏话倒听懂了 于是赌气回屋了 爷爷一心想改变孙子的饮食习惯 可始终拗不过他,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去问站长 这次,他终于答应重出江湖 回家的爷爷看到孙子在摆弄他的皮影 生气的叫他滚 吵架之时,站长前来拜访 稚嫩的童生好似女生引起了他的怀疑 但是,看到气势汹汹的爷爷被吓得回家了 爷爷一思量带去染发 并告诉他,孙悟空才是最厉害的 可是,就在深夜偷摸回家时 还是被发现了,别撒谎是心疆混血 培训场开张了 可是,当爷爷见到学习的人 都是一群老掉牙的人,又气不打一处来 但一顿忽悠也就作罢 站长真是传销界的人才啊 孙子那张口的美国枪也暴露了 但是,站长觉得这是光荣 某天,孙子把爷爷中的古丸核桃弄坏了 爷爷也把他的蜘蛛侠手绳分离了 可是,这东西在这儿压根没得卖 于是,爷爷便做了皮影蜘蛛侠求的月亮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两个人的关系在日常交流中逐渐加强 并约定好一起过年 可惜,好久不长,儿子已经和杨妞分手 爷爷很是落寞,不知道会不会再有相见之日 只求安预约定给孙子上演一场皮影戏 可惜,还没结束,他就被妈妈强行抱走 爷爷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说声再见 但我们可是温馨片呀 过年之时,突然出现的孙子 那一句过年好实在让人暖心 最后,故事就在门前的门神孙悟空 与蜘蛛侠的一张全家福中结束了 在爷爷孤独的老年生活中 孙子的陪伴也绝识增加了不少乐趣 也告诉了我们爱是不分人种和国界的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